未有機會局部通關 但旅遊業界就認為 若有配額和往來人員的限制 對本港旅遊業是毫無幫助 他們促請政府繼續向從業員提供特別資助 以及開始臨時職位 蘇敬華報導 通關或者在網 但就不是人人有份 最佩藝的或者是一班導遊 做了導遊30年的威叔都說 這兩年都很難捱 致命性的打擊 因為未曾有疫症之前 大家沒有想到它的接觸性是全球性的 對於有九成以上的從業員 他們的經驗不能夠在旅遊業裡 去拿到某一些網絡出來 我估計是九成半 基層的導遊和這些領隊 其實是沒有希望的 唯有能夠照顧得生際轉行 憂慮的不僅是威縮 旅遊業僱員總會等四個工會 以電話訪問了924個從業員 發現超過九成九的從業員停工 當中有兩成更加是失業超過一年 更加有七成五人轉行做兼職保安等等 收入只有以往的大約一半 工會說如果通關只是限商務往來 是毫無意義 自古至今這些都不是旅客 這些對旅遊業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真的只有一些配額和有限制的情況下 才能通關 旅遊業是繼續兵兵下去 路有凍死骨 這個情況連關將近 雖然以往口頭傳說 連關難過年連過 但是今年就真是比以往更難過 工會說部分疫苗中心將會關閉 在入面做緊事的從業員或著會再失業 建議政府繼續發放特別資助 和增設臨時職位 例如安排從業員去出入境口岸 或是郊野公園擔任旅遊大使 有線電視記者 蘇京